好 塗冰件好了因為我快碰到熊熊的飲水機了 大家晚安 會不會好像變捲了 沒有是那個就是因為我剛剛趕回家所以 因為我今天因為工作所以改直播時間 然後我剛剛趕回家所以我現在突然間Q起來 我本來就有自然捲 可可那隻是什麼 這個是熊熊遇見你的那個大大嗎 他是大大嗎 我忘記他名字了 就我之前還蠻喜歡這一隻的 現在還好 很可愛謝謝 很可愛吧其實捲得很好看真的嗎 天然的今天是天然的 就是 劉海是前幾天直播節 今天是一個剛風轉的 柔柔的狀態 閃躍 我破碎的心 虛秀好你 今天那顆熊 對啊這是我今天的抱枕 因為覺得畫面很空 所以就決定抱一隻熊了 配我的四季熊 沒辦法因為他就是長這樣 他一直橫著的熊 所以他這樣抱他看不到臉 所以我就只能這樣抱 不然是這樣 因為現在熊熊在睡覺 就是貓 貓在睡覺 所以今天是抱這隻熊在一起 今天還有四季熊 真幸運 就是 喝了一整天的四季熊 那四季熊我已經滿一天了 他去水壺了嗎 他在我的床上 可是我跟他吃完藥就 沒有 我今天吃了藥就沒有在碰著水壺 燒死 我本來想說每天都要喝兩千的水 結果發現好像有點困難 哈囉晚上好 我的兩千 每天喝兩千公升水的計畫好像 我本來有立這個計畫嗎 好像也沒有吧 反正就是暫時暫停一下 因為我最近就是很想要喝茶 可是我真的喝無糖茶 無糖的茶算水嗎 有點 有點 無法混為一潭的感覺 但他也是用水泡 喝茶也不錯 對 我也很喜歡喝茶 贏了 一天三千 好厲害喔 茶也可以當水可以嗎 就覺得說 就是你有時候吃飯嗎 還是吃什麼口味比較重的東西 就是喝水的話 不太能把那個味道沖掉吧 就是你如果喝茶 喝無糖茶的話 就會把嘴巴的味道沖掉的感覺 烏湯都會拿來當水 好像也蠻有那個的 要喝盡農料就好 應該不會吧 我很相信 四季春的 所以我們的那個靈塔可樂應該也可以算水 因為它沒有加糖 它是代糖吧 我記得 可是我覺得靈塔可樂喝起來有個神秘的甜味 所以我就沒有很喜歡喝 但我其實也沒有很喜歡喝汽水 就是 氣泡類的飲料嘛 但我前幾天 IG發了一個 氣泡飲料的照片 那個是烏撒的那個 我忘了是什麼 柚子氣泡飲嗎 就是那種很漂亮的飲料的話 我會想喝 可是我不會很喜歡喝汽水 我看有什麼音樂可以放 多下喔 去 Youtube找一下 隨便點 我也沒有很喜歡靈塔可樂 廣告 把它按掉 好了 謝謝哈娜的愛的小熊 大家晚安 我是波羅 今天是有點亂髮的波羅 剛練習完的波羅 大家好啊 我的瀏海 算了 你們知道這個數字 是從哪拿的嗎 這數字是在貓紗上面撿到的 但我洗過了 高鮮可樂 沒關係 晚上喝我的茶就好 就是我很喜歡喝五湯茶 就是我去 Seven 喔這樣出來了 就是我去超商 也會 買五湯茶吧 就是買的 比買水還要多 比買水還要多 我不知道就是我很多私人的東西都會突然出現在貓紗裡面 然後我就 不過你有推薦嗎 是說茶嗎 貓紗會生梳子 應該不是這樣喔 應該是我的梳子被掉進去了 我最近很喜歡喝那個 就是 小七有賣那個 直接講穿應該沒關係吧 就是小七有賣那個 蒲韻的日本煎茶嗎 那個還蠻好喝的 對 然後不然我就是喝首瑤店的四季春 哪一間的我都喝其實 或烏龍茶吧 就是我特別喜歡喝這些 紅茶綠茶就還好 其實我紅茶綠茶比較喜歡喝有糖的 可是像四季春啊 還是烏龍茶 還是普爾啊 之類的 欸聽說這支普爾可以減脂 就是我之前有段時間在減 很認真減肥的時候 現在也很認真啦 只是之前更認真 就是那段時間的時候 我都會喝普爾茶去減脂 因為聽說有用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用 反正那時候是有瘦 下次來試試 OK啊 對啊大眾品牌應該 對啊 不差我一個講一下 不然這樣很難舉例欸 我沒有辦法什麼都用映射的 而且他現在那個日本煎茶就是 兩瓶又大折 所以我都會買兩瓶 可是他一瓶其實很小一罐 就是我可能喜歡早出來 就是拿一瓶出來 因為我會買很多放在冰箱裡 然後我可能喜歡早 就出來拿一瓶喝 然後大概 配一個小短片就喝完了 因為我喝很快 喔就是跟你們講一下那個 2000公升水壺的故事 我發現我跟廷利買到一模一樣的水壺 就是廷利也有 一樣的水壺 它是黑色的 然後我是買藍色的 然後我就開始 想說買個大水壺 會不會就可以每天喝水 因為我其實沒有自己的水壺 我之前 我之前喝水大家都看到 就是我都是用那個 Longlive給的那個玻璃水壺 可是我發現玻璃水壺有一點 不太好用 因為它有一點點容易甩破 因為我都放在床頭櫃 然後我現在要養毛 我就不太敢用玻璃水壺 所以我現在就買了一個2000升的水壺 可以喝一整天 然後還可以帶著到處走 因為它有一個提法 就那時候趁9月9號 免運的時候趕快買 就提著那個水壺到處喝 結果前幾天不然把它放在公司了 然後就沒有帶回家 晚上就沒有水壺可以用 然後就只好看還誰在公司 誰在公司練習 就發現 萌萌好像還在公司練習 就問他說可不可以幫我把水壺帶回家 因為莫莫家比起公司的話 就是 比起公司的話莫莫家離我家更近 所以我就說我去莫莫家跟阿娜 對啊 我就去找莫莫拿我的水壺回家 然後我就有水壺了 很開心 就覺得沒有水壺很不安欸 好像蠻流行的那種 有提法水壺 對啊就很方便 而且它的提法夠深嗎 所以我還可以掛在機車上面 就整個CP值很高 聽說林杰欣昨天有選家 對啊 就是我們在用一些東西 然後 就是 他還來我這邊吃飯 還好有某某 對啊 他就很好心的幫我拿回來 然後 就跟他拿水壺的時候 他還送我一個月餅 今日我待會兒在那裡是 送 送我一下唷 晚安 大家晚安 應該說就是 對啊就是傑欣來我家 他很久沒有來我家了 就是 他應該是 第一個看小熊的成員吧 對啊 可是傑欣好像蠻害怕的 他說 就是他來我家的時候 我就說你可以摸啊 因為小熊其實不太怕生嘛 就是小熊 會好奇陌生人 可是他不會怕陌生人 因為我看過蠻多人家的貓 都是陌生人來 然後就會躲起來之類的 可是小熊 陌生人來完全不會躲起來 他就是 吻兩下 然後坐在旁邊 然後 反正傑欣就是很怕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傑欣就摸兩下 就不敢摸 就是傑欣 就是摸貓頭 不就是這樣直接摸下去嗎 傑欣是這樣 就是 接觸面積很小 然後我就說 你就直接摸下去 他就說不要我會怕 然後他就 他就 這樣摸過去就說好了 然後 他就開始跟我玩 然後 因為小熊就是 在椅子下面 桌子下面他就會很好奇 可能會聞腳之類的 然後傑欣就會很害怕 然後 他有感覺 很可愛的樣子 他覺得蠻可愛的吧 可是熊熊如果衝出來 還是就是 突然對他幹嘛 他會嚇到 就還蠻好笑的 就是 我記得昨天有一個是 他踩到我的腳 就是 傑欣踩到我的腳 然後他也踩到熊熊 因為我穿襪子 他就 他就也嚇一跳 然後 後面我們還有玩 痘貓棒 然後 痘貓棒 就是跑出來之後 然後 就是因為小熊很喜歡玩痘貓棒 他會跳起來 飛起來那種 然後就是 熊熊看到痘貓棒 飛起來 然後林潔心就很緊張 可是就是 林潔心一直學熊熊的叫聲 就是 應該要講說 熊熊的叫聲 跟其他貓比起來有點不太一樣 可是熊熊也可以像正常的貓咪叫 但 我記得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熊熊剛到我家的那段時間 他的叫聲就是 一直都有一種 很像摩斯密碼的感覺 就是一直有 鈍號鈍號那種感覺 就是 正常貓不就是 喵喵 這樣 阿阿阿阿阿阿阿 就是他會這樣 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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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叫 就是很怪 然後一開始想說 就是這隻貓還好嗎 怎麼叫聲跟別的貓 還是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然後 他就一直 就是 他就一直這樣叫 然後 我就想說 恩他還好嗎 然後後來有一次 我第一次帶小熊去看醫生 把它撞到那個 之外出的時候 就發現說 欸 他在求救的時候 可以跟一般的貓一樣叫聲 然後我就想說 喔 原來他也可以正常的叫 結果 就是結晶來我們家那天 不知道什麼熊熊 又叫回原本那個聲音 因為他最近本來已經就是 恢復成一般的毛叫了 然後他現在就是會 很有節奏感的叫 可能是聽到傑星的rap 之類的 因為傑星來我家一直在放那個 什麼就是 這個老舌有關的節目啊 之類還是音樂 有音樂天分的毛 不知道就是傑星 可不可以幫我家毛寫一首歌 然後讓他就是愛愛愛這樣叫 然後做一首歌 非常期待這天的到來 貓隨主人 錄下來給傑星當BGM 好下次會錄下來了 順便把他的葫蘆聲 就是也拿來用這樣子 節奏感之貓 喵喵 是不是害怕 你說熊熊害怕嗎 他就是都會 玩吧 我不知道他會是害怕 就是可能陌生吧 因為我記得熊熊剛來的時候很小 熊熊剛來的時候兩個月 剛兩個月左右 然後那個時候他就是 會很容易感冒 可是他吃喝都正常 就是他吃喝還是會吃 也會喝 可是就是他那段時間容易感冒 然後不舒服 就好像是換環境不習慣 然後那時候就很常帶他去 很常帶他去看醫生 然後就有點擔心 然後現在也蠻正常的 但如果是解心似乎不是不可能 對吧 對吧 感覺什麼幻想他都可以做得出來 就交給他就對了 我現在要幫他立一個 那個必須要做到的那個 flag 交給我們大結心有什麼好不行的呢 他一定做得到的啦 聽哺哺的舞單感也很棒 謝謝孫少凱 可是我覺得我講好夠然後 對啊我那時候有點 我那時候 因為其實蠻久的 就是 舞單宣布的時間是3月嘛 就是其實距離現在已經過了半年了 對 然後 那個時候嗎 就是 我忘記 我有點要回想一下 那個時候我在想什麼 然後是現代人後面 可是我的然後太多了 就是真的太多了 你們沒有發現嗎 你們可以再去重聽 就是 我的然後超多 我的罪詞很多耶 這樣好像不太好 我覺得還好 真的嗎 謝謝 我好像平常都用不到然後 感覺你一直在要哭出來的邊緣 是沒錯 那應該算是剛哭完的時候吧 其實我自己也一直想說我舞單應該不會哭 可是 我那時候 不知道 就是 其實一開始我只有在猜說是不是原創曲 我很早的時候 就是四單那時候 感覺要選舞單的時候 就在猜說 欸 舞單會不會做原創曲 因為就看到很多人都做原 很多團其實都開始在做原創曲 但想說 我們竟然都換了一個 新的 新的 運作 的 要怎麼講呢 就是新的 管理層了嗎 就是我們會不會有什麼 展新的突破之類的 我就有在猜 大家其實都有在猜 就是原創曲 然後 選拔名單 大家也一直在想 就想說會不會 換掉很多人 還是說就是 就是 有什麼不同的 可能名額會換啊 還是之類的 就是其實猜很多吧 然後 評比的時候也是就 我評比的時候其實還蠻平常性的 就是覺得說 發揮自己 可以做的 就這樣子 然後 對啊 因為我算是蠻後面錄的吧 然後 然後 那個時候 其實 挺難過吧 就是 因為就是選拔 就是選拔就是96個 然後 人又這麼多 就覺得 因為以我的立場 我也不太適合講什麼話 就是我也不太適合 講說 我希望誰上 然後我希望 我希望 我覺得誰誰誰 落選很 就是我很難過 只是 感覺放太多感情 在 這些話 的話 對其他成員不太公平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很努力 然後 就是覺得很複雜吧 因為我自己 現在 對於 上選拔這件事情的開心 會有點被 其他成員的 就是 為其他成員 感到 不捨的情緒 會就是蓋過去那個 有點蓋過去那個 開心那個時候 而且很複雜 因為就是其實看到 一家上選拔 然後 結果瑞婷掉選拔 然後我就會覺得 就是我這個情況 我到底要怎麼辦才好 對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本來的學人說 啊我們三個要一起上選拔 然後結果 現在是這個狀況 然後我就想說 嗯 要怎麼去面對 但我覺得 這一次的 這一次應該是五 就是這一次的選拔 是五個單曲裡面 最多 新 最多出選拔的一次吧 對啊 就是 其實我們一開始 我跟 就是 一些朋友 就是一些人 就可能 就是我們私底下也會聊到選拔的事情 然後就會講說 就是 不管如何 大家就是 一起再繼續 就是一起加油 就是不管最後有沒有 上選拔 還是有沒有 如何 就是不管結果如何 就是大家就是還是一起加油 這樣 就是大家還是 我們還是要 就是像平常一樣 大家就是好朋友 開開心心 然後 就是一起快樂練習 對 就是這種感覺 可是就是時間到了 你看到最後的名單的時候 你就是還是會 你就是還是會 有點Hold不住吧 不過說真的太爛了 什麼東西 我都比較哭 我沒有 我沒有哭啦現在 我現在不會哭 但 當下真的是 挺 就是挺複雜 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私心啦 我私心覺得 還很可惜 就是 我自己會這樣想 對 我真的是希望 因為 因為 我會覺得韓韓很可惜 是覺得說就是韓韓 其實是個 蠻有潛力的成員吧 然後 就是他人氣也很高 然後他其實也很努力 然後 就覺得 希望 之後可以看到 韓韓上選拔的身影 這樣子 然後當然也有很多成員 大家也都很努力 所以就是 就是為什麼就是 初選拔越多會越開心吧 啊對不起 我是有點 戳到就是 灌灌門的 戳到在場灌灌門的那個 點 sorry 但就是我覺得 灌灌門嘛 就是 灌灌門 還是 會繼續喜歡彩傑啊 他自己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 大家就用 自己原本的方式去 好好的支持 就是讓他知道說 就是讓他知道說 就算你今天 不是選拔成員 我還是會 繼續用我的方式支持你 就是讓韓韓知道 你們都在這樣就好啦 總有一天一定會 就是一定會 你們一定會陪到他 上選拔那個時候啦 不會啦 你們不會啦是怎樣 沒事啦 沒事沒事 太好了 是啊 所以大家就好好在陪他前身邊吧 就是在成員 努力的時候 當他的後盾 就是 覺得粉絲 身為粉絲 就是 可以帶給偶像最多 力量的地方 就是這邊 對啊 然後就 就是其實公佈的時候 真的是 就是大家都蠻緊張的 就是 往常 一如往常的很緊張 然後 我跟你講就是一個 很尷尬的事情 就是 我一開始啊 其實沒有很認 就是我一開始被 就是我一開始 因為我算是蠻中間被叫到的 就是我不前也不後 然後我一開始其實一直覺得就是 告訴自己說就是 算我很想要上選吧 因為 就是原創單曲 我相信就是很多成員聽到是原創單曲 就是會覺得 比平常還要 更加的就是好奇說 就是想要上這個位子啊 然後就是一直在等 然後等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我已經忘記前面後面有誰 反正就是我被喊到 然後我就開始腦袋一片空白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有點惶神 因為畢竟是那段沒有被大家看到 那我可以 講一下我的那一段 的故事 就是我被教到的時候 我就是腦袋一片空白 然後我就開始在 等後面的人 然後 等等等 等等等 然後等等等 我就整個惶神了 然後我甚至就是 不記得後面到底有誰上選吧 後面大家就是開始 互相 可能加油打氣啊 然後有人可能就是 哭啊 有人可能就是 閒話家常 就是各種情緒都看得到 這樣 可是我那時候就是一片混亂 完全不知道有誰是學吧成員 然後我就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我就是看到 易嘉跟瑞婷都在哭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 到底是 我一開始 所以我一開始 名單喊完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易嘉要上選吧 我是一直到 就是 越來越後面 大家 大家錄完感言以後 才知道 喔 易嘉要上選吧了 然後我就趕快出來跟她 說恭喜 對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是 就是我被喊完的時候 我自己腦袋是一片空白 就是空白 因為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天覺得很累 然後 我就與世隔絕 然後我就連 選拔名單有誰都不知道 然後 我就 一直 然後就只覺得就是 有點難過 就是這樣子 對啊 可是就是 我就想說 就是 因為畢竟我自己 身為選拔成員嗎 就是我也不想把話講得太滿 就是說 喔 我就是要深入這個位置 我就是要 跟大家證明說 我就是可以站在這個位置 我就是想要用這麼 這麼 這麼滿的話嗎 要怎麼講才好 因為我自己就是覺得說 既然今天已經 已經 你確定就是這個 選拔成員 那我可以做的就是 好好做好這個位置 就是不要愧對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 其實 每個 16個位置 它都是代表的 各個成員的 夢想 就是大家的 大家就是想站在這個位置 那你站在這個位置 就是要好好幹啊 你如果不好好幹 那你怎麼對不起那些想要站這個位置的人 所以就是 加油囉 就是希望 舞丹嗎 因為舞丹 雖然我講了很多然後 但我還是要說 就是 舞丹算是TP的一個 滿特別的單曲 因為它就是 滿特別也滿有意義的一個單曲 因為它就是原創單曲 我們自己的歌曲 那 也不知道 到底 會 如何 但 就是希望 這單 可以成為一個 重新 再次重新出發的感覺吧 對我講了很多然後 真的是sorry 但是 還是要說然後 怎麼真的可以不要講那麼多然後啊 我希望還有一個代替它的話 我希望一個可以代替它的 希望能爆紅 當然啊 就是希望這首歌可以 升值人心 就是可以 讓大家 喜歡這首歌嗎 期待 我也很期待 就是 期待歌曲發行 跟期待 未來可以在大家面前表演這首歌 所以就是大家 就再等一下吧 然後 也希望疫情就是 可以趕快 平復下來 不能代替 但至少代替以後 那個 那句話就會讓大家聽起來 比較有一點心意的感覺 因為現在一直講藍後 大家就會覺得說 在講藍後 那如果我現在改再來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再來就是 比較新鮮一點 疫苗疫苗約好 對我們那時候也有討論說 欸 就是這個歌詞 其實有點 呼應到 就是 最近就是大家都在打疫苗 之類的 就是可能可以告訴大家 可以大家記得去 記得去約好 記得去約疫苗 這樣子 等到腳麻還是會等啊 謝謝大家 真的謝謝大家 我又染後 我染後了嗎 我沒有 我沒有感覺 哈囉坤坤 啊 我們也都等到腳麻 等到我都變要12歲了 等到我都變要12歲了 等到我都變12歲了 話說我們的分流取消了 嘍 好像有間學校分流取消 了 就變成說下禮拜開始 就實體上課了 不如你怎麼沒感覺 我 我已經麻痺了 天啊 我不知道還好緊張 真的很緊張 大眾對於我們新單曲 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好玩笑 我真的很緊張 好玩笑 今天剛剛可以彈一下吉他吧 首首應該等下就醒來了 好玩笑 其實他完全 水泡跟前面差不多 但是反而會覺得說 欸 不知道我們之後會不會有機會 出一些 比較不同風格的歌曲吧 當然還是要先專注在這張單曲嗎 然後 希望就是 單曲搭配 然後希望 就好期待三週年 但是就是覺得很久 就是我很想要趕快再辦一次 那種全員的活動嘛 因為我們距離上一次的全員活動 應該已經過很久了吧 像這個全體的那種演唱會 應該就是二週年了 吧 不要算 運動會的話 因為運動會是 就是表演只有一下下 就是歌曲只有一點點 可是就是像那種一整串歌單那種 有紀念性的那種 演唱會主題的活動 就是 真的很少辦 可是我真的覺得那種活動很重要 對啊 這樣子就已經一年沒有辦這種活動 太久了吧 天啊真的很久 然後 欸 我要講說就是 我上次說Sakura組沒有吃到燒肉 我是說 因為就是你們還記得前哨戰 其實就有一次燒肉嗎 然後其實我們 決賽 就是決賽 去體育館那一次那個比賽 其實是還有一次燒肉獎勵 所以是第二次還沒有吃到 第一次吃到沒錯 可是第二次其實還沒吃到 我要先等 對啊 欸我很期待Lisa的新歌 就是要先等歌出來 然後再看我 再評量一下我自己可不可以唱這首歌 對 因為並不是每首歌 都可以駕馭得了 就是有些歌可能 已經太大神級別 那種可能就是要 嗯 練一下再出來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就是獎品 獎品都是 都是少肉 所以大家會以為 已經吃過 可是其實還有一次 欸明明就不是我吃 我幹嘛幫他們寄啊 不知道可不可以跟去 雖然我完全沒有貢獻 我最近就買了 因為我其實找潔心來 就是因為我最近家裡買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就請他來教我怎麼用 Yeah 鬼魅第二季要來 我有新歌可以cover 我也不是只會coverLisa的歌啦 應該說的話會很打臉自己的獎狀話 因為畢竟我現在 欸沒有啊我也有cover那個啊 那個 那個 生物鼓掌嗎 的那個歌 生物鼓掌嗎 的歌啊 應該說都是 都是動漫歌 對啊 青鳥 青鳥就 不太一樣 那感覺真的要去cover一些別人的歌 就是會 讓別人就會發現我是 Lisa腦粉 但這也是事實沒錯 你們有沒有看到就是年曆票選 那個時候我就是 用一個很神奇的 用一個很特別的視線看著安娜姐 因為安娜姐就是 主持過很多Lisa活動的 台灣飯店啊 可是她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飯 反正她就是 應該算是 跟Lisa在台灣 互動最多的台灣人了吧 好 天啊 就很羨慕啊 然後就 就是很羨慕 安娜姐姐的工作 就是可以跟 就是很多日本藝人還是Lisa 就是濃厚接觸 可是她問我說 是不是在主持有興趣的時候 我會有點 不好意思說 沒錯 因為我有點就是 其實我是有目的性的 想要做主持的工作 這樣好像會有點 褻瀆到他們的工作的感覺 就是我好像會有點 帶有目的的接近這個領域的感覺 所以我有點不好意思說 對我就想要 當主持人 因為我其實也沒有很 會主持 就是想追星 天啊 那真的覺得就是 其實我也是很崇拜 很崇拜 就是安娜姐姐的日文 跟她的主持 可以併用的這塊地方 因為我也是蠻 憧憬就是 可以訪問這些 日本藝人 然後 可以主持啊 還是可以做互動這種 感覺還蠻有趣的 但我有點害怕 對啊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些記者會 也是請安娜姐姐來主持的 就是一單跟三單嗎 就剛好就是我們有參與到的 對 剛好就是跟安娜姐姐擦肩了過 對啊 那安娜姐姐很漂亮 就覺得她 還蠻 厲害的 就是會讓她覺得很憧憬的女生 這樣子 然後開口一下 不要 對啊 怎麼比較 嗯 比較 簡單一點的特效 這個 可是我覺得這個 我不喜歡她的腮紅 不知道 皮卡丘 不是那個跟 就是整個景色都不搭 開花花 可是這個腮紅比較可愛啊 小巷很好笑 是沒錯 小巷真的蠻好笑的 很醜 她要進廣告 還蠻酸的 就是 最近還有什麼遊戲 今天打算開多久 今天大家開一個小時左右 因為今天比較晚 你有看最近很紅的韓國劇嗎 你是說就是魷魚遊戲嗎 我有啊 我真的在追 這個謝謝 謝謝小卷遊戲閃心 這是我 前陣子 其實我對這種題材還蠻有興趣 像前陣子聽到魷魚遊戲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是大家在玩七彈大作戰 就是我心裡想的魷魚遊戲是那個 就是那個 Splatoon 2 就是那個switch的那個 魷魚遊戲 就是現在怎麼大家用這個名字叫 這個遊戲又紅了嗎 然後就想說 後來發現它是韓劇 就是那個Netflix上面的韓劇 然後 一開始聽名字的時候 還沒有什麼吸引力 然後後來就去發現 欸它的其實 就是很多人在報後 我就真的去認真去了解 因為我想要怎麼那麼多人 然後我就是一個 很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我是一個 就是 就是我是一個 就像鬼滅那時候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說喔鬼滅很好看 趕快去看 然後就很多人就是一直跟風要看 那個時候我就會 想說我不要跟風 我不要跟風 然後我就是會很手劍的去點開它 然後我就會看一下 然後我就覺得嗯 嗯好啊還好 然後越看就是越入迷 然後就會把整劇追完 然後我就會變成那個 趕快看鬼滅感 要看鬼滅那個人 然後我現在看魷魚遊戲 也有一點就是 偏向這種感覺 就是我一開始就想 嗯大家都在看 我才不要看 然後 到後面我就 手劍又點開了 就看 就躺下來的時候 嗯 Netflix有什麼可以看 然後就點 然後就看了一下 然後就嗯 好像還蠻好看欸 再看一集好了 然後就這樣 而且我有時候覺得說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看 劇類的嘛 因為 它那個劇就是 跟動漫不太一樣 因為動漫一集才25分鐘 那個劇一集都50分鐘 很久 然後就覺得很麻煩 然後不看電影 然後 結果 這一次就是又 有點爭相警報 就是 就不想又把它看完了 然後 我就現在 我現在看到第五集 中間就是其實我跟它 就是 很想要看 可是 必須先工作 結果 這就是 我 我是蠻不意外 它會紅 因為就是這種題材 大家就很喜歡 但我其實覺得就是 很多人說 它跟什麼 要聽神明的話嗎 還是 還有一個是什麼 經濟之國嗎 就是他們說 這兩 這三個很像 但其實我覺得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 主題吧 就這個主題 比如說你就是要拍 什麼侏羅紀公園 這種恐龍的主題 就是有人喜歡看恐龍的主題 然後大家就會去看恐龍主題的電影 不能說大家就是 喔這個電影是學這個電影 這個電影是學那個電影 但雖然我知道就是 要聽神明的話 那個木頭人跟那個很像 可是我覺得就是 但也只有那一塊像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然後就是 就是 今天大家就是喜歡這種遊戲 然後生存的這種類型主題 那大家就是 這個 這個大範圍去做的東西 本來就是會有一點點像啊 可是我覺得就是 由於遊戲跟 另外兩部嗎 的差異就是 由於遊戲有一點點 更貼近現實的感覺 因為 《經濟之國》的《床關者》 我有點忘記 因為那時候是他剛推出來的時候 我就開始看《經濟之國》《床關者》 是到 就是我很早就看完那個 所以我現在有點忘記他到底在講 但我就是記得就是 主角他們一開始就是 突然的就是要參加這個遊戲的樣子 我忘了他們是做什麼 本來他們是突然要參加這個遊戲 就是 要聽神明的話也是啊 他們也是就是 有一天就是突然參加這個遊戲 然後沒有人問他們有沒有參加 就是沒有人問他們意願 你知道嗎 他們都是被強迫去參加 大逃殺也是啊 大逃殺也是 就是他們被選中 他們就去參加 他們還不能中途退出 這遊戲遊戲蠻特別的 就是 這都很好看 我都有看過 這遊戲遊戲它是蠻特別的 就是 因為這些人都是欠錢 嗎 有負債 就是在現實生活中有負債的 這些玩家都是現實生活 可能就是負債很多的那種人 然後過得很辛苦 很需要錢的人 然後 他們就是 會收到那個邀請吧 然後他們就 可能就是會 報名 可是他們一開始不知道 就是這個遊戲會送命 然後他們第一次玩的時候 可能就是 他們還可以決定 就是他們還可以決定 可以投票 然後超過半數的人 如果決定不玩了 就可以終止遊戲 所以就是 這個遊戲還算是蠻 有人 就是蠻有 貼近現實 就是因為我發現 就是這個遊戲有一個很厲害的點 就是我這裡沒有到很爆雷 可是它就是一個橋段 因為它就是講說 就是 其實這些玩家 他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就是有 中途離開 他們就有中途中斷遊戲 他們一開始玩第一關的時候被嚇到 所以他們就 全部 就有半數人投票說要去 就是停止遊戲 所以他們就有回到自己現實世界 就是真的有放他們回去 過生活 結果他們發現 他們原本的生活 其實就是已經夠上地獄了 就是每天被追債 然後 不然就是 沒有錢 即將失去 重要的東西 或者是被追傻 因為可能是討債集團 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發現說 現在的生活其實也生不如死啊 那我為什麼不去讀讀看 然後去玩那個遊戲 還可以 可能扭轉我的人生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 很多人後來都自願回去玩了 就是我又覺得說 欸 因為他這個有點 多了這條規定 會讓這個遊戲 變得比較 說得通嘛 就是你一開始就把所有人逼去玩那個遊戲 就會覺得說 欸這個遊戲就是發生得很莫名其妙 對啊 一般的遊戲就是 欸醒來的時候 我在這裡這樣 然後就開始玩這樣子 就是會有一點點 嗯 的感覺 驚爆危機 驚爆危機 驚爆危機好像是 可是驚爆危機又不太一樣 因為驚爆危機是 驚爆危機好像是 不知道是誰 就是你收到一張卷子 然後你可以把 你希望消失的人寫在上面 然後那個人就會被送去玩遊戲 就是我覺得這個 也太可憐了吧 就是 就是 男主就是因為他過太廢 然後他都是啃老主 就是 二十幾歲不工作 待在家裡啃老 然後他媽就寫他的名字 然後把他送去玩那個遊戲 可是他媽應該不知道 他兒子會被送去那邊玩遊戲 可是 他媽媽就是寫說 你希望讓誰消失 他就寫他自己兒子的名字 結果男主角就被送去 然後女主角好像是 被班上的人霸凌嘛 因為他們以前就是有 出過什麼世界 他們班上霸凌他的女生 還是怎樣 就寫了他的名字 然後那個女生就被送過去 我覺得有超級問號 然後 還有什麼 就是 有些人就是可能就是做壞事 被送過去就比較活該 就可能說殺了人啊 然後他們有被判刑 然後可能家屬收到那張膽子 就寫他的名字 然後那個殺人犯就被送去了 或是那種 幫很多 就是很有罪的那種 爛人辯護的律師 然後也被可能家屬寫 然後他就被送過去這樣子 然後就是去玩 島上玩生存遊戲 就是 互相殘殺這樣子 我也覺得經濟之國滿好看 就是 經濟之國他 他 我覺得就是 有點忘記經濟之國在幹嘛 反正就是他們也是玩很多遊戲 然後也是會有淘汰啊 之間那種 然後就是也是會賠上性命的 我記得有一個是 有一個是怎樣 他們一直在公寓翻來翻去的 那經濟之國的女主角真的是超漂亮 就那個圖太鳳 超正 可是他有點虐 就是他有一些角色死的時候我很難過 對 這邊不劇透 就是圖太鳳間短髮很正 可是我也覺得那個 魷魚遊戲的女主角很正 就是他整個 超 我的心 就是我真的好喜歡他 就是 他好像是一個超模 韓國的超模 就是他第一次演戲 然後他就演得很好 然後他演的是一個 脫北者 就是他是一個女 一個 高中生嗎 感覺是高中生的女生 可是他好像感覺好像 聽說25還26還27歲 然後他演一個高中生 可是就是完全無違和 然後他的聲音就是很低沉 就是 很低沉 然後他長得很瘦 喔這女主角真的超漂亮 我真的覺得就是超好看 大家真的 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 就是很 男孩子氣的女生的感覺 然後 他有個弟弟吧 然後他們是脫北者 然後他也是很需要錢 因為他要去把爸媽接過來 所以他就是需要錢 所以他就是需要錢 所以他就去參加這遊戲 可是他就是不會有感情線啊 因為他 經濟之國就有感情線 因為經濟之國的男主 男女主角都是 就是年輕男女這樣子 然後 可是 就是有於遊戲的 男主角是一個大叔 然後 女主角就是 一個高中生 就是他們不會有感情線 因為他們完全就是 爸爸看女兒那種感覺 可愛的男孩子嘛 他就是有點男孩子氣 可愛的女孩子這樣子 天啊 真的很潑 其實裡面的女主角都還蠻好 裡面的女角色都蠻可愛 就是他裡面有兩個小女生 然後就是都覺得 哇 好正 然後就會一直 一直看 大叔也是可以 可是那個就是 那個就不會有感情線啊 它裡面是有那個啦 壞男跟壞女的那個感情線 可是那兩個我真是完全沒有興趣 而且他們的感情線就是短短 大概就是一集 一集都不到就結束 因為那個男的馬上就背叛那個女的 很無用的一段吧 那個 那個地方真的是 看了其實會有點問號 好不聊 我們要聊魷魚遊戲嘛 因為魷魚遊戲就是 玩遊戲 我現在也才看到第五集 然後看一半 然後就 對 我們來唱歌好了 來 拉拉拉拉拉拉拉 兩個大叔的感情線 欸那我可以支持那個 就是那個男主 跟他那個 青梅竹馬 那個小朋友 那個有個小孩 就是其實 就是那個男主不是大叔嗎 然後他有一個 鄰居的 小 就是鄰居的弟弟 他們兩個都是三十幾歲的大叔 可是就是 他們的關係就是那種 從小一起長大那種 會叫哥哥弟弟那種 乾哥乾弟的關係 然後就是 其中一個 就是那個大叔就是 有頹廢的感覺 就是他沒有工作 然後 那個弟弟好像就是 有考上很好的大學 然後就好像活得很有頭有臉的這樣 可是就是他弟弟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弟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去參加 那個遊戲 然後那遊戲裡面 就相遇這樣 就是他們兩個也可以發展感情線 只是我真的對大叔沒什麼興趣 就是大叔的 大叔之間的VL 蠢蠢起床了 也太精神 上右 對 就是上右跟那個 忘記那個男主角是什麼 騎什麼東西的 騎勳喔 好 開服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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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好きだ 笑ってほしい 怎麼現在還在HOME啦 天哪 這首歌真的永遠不滅 很厲害 主馬CP 對啊 就是這種關係其實就還蠻不錯的 你們覺得呢 我來挑戰看 究竟這首 柏林的フラレガイガル 到底可不可以彈好呢 好 嗨熊熊 對不起要吵你睡覺一下 愛を拾い開けた手の温もりが 今もまた 残るのです これさえあれば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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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一大人 大人 成功 都有 喜歡 雲なのです 瞳を飛び出し頬を伝う彼ら 顎の先 出たい10代 まあこの先涙を使うことなどもないし まあいっか全部ここで 流れ切ってしまえ まずいまずいまずい強烈にまずいあなたが 歯磨き粉も9割5分も残していたい どこへ行ったの? ねえどこへ行ったの? 私を振ってんじゃないよバカ 振って言い訳がないでしょ たまに現代器用の サプライズも忘れないでと 確かに言ってはいたけれど 振って言い訳がないでしょ あなたの分際で何をバカ どこで言い出してさ もういいから そろそろ たねあたし しにきてよ かぶん - いや - いや - いた - いや 然後我聽Love Live的歌 就是Muse的每一首歌我都會唱 真的 就是Muse的每一首歌 我現在只要聽一遍回憶一下 我應該是都唱得出來 然後他們出過的歌曲數量應該是破百 所以我應該是至少會幾百首 而且加上就是我很喜歡 我從國中開始我就很聽日本的音樂 所以就是流行音樂 我很有名的那些歌我應該都聽過 啊累積到我現在22歲應該至少有很多首了 中文歌可能還輸得出來 對 謝謝阿正 說得好 就是中文歌甚至還聽得比日文歌少 但我現在也有在聽中文歌 就是現在近期的 就是我小時候其實也很喜歡聽 就是黑社會妹妹的歌 對我以前也很喜歡聽他們的歌 然後我還會聽像是楊成林啊 蔡依林啊還是張紹涵之類的 就是這些歌手的歌 SHE的歌我也很喜歡聽 所以就是小時候 老的歌嗎 這種比較舊的歌單 我就是會常聽 什麼幸福的泡泡 然後還有 黑社會妹妹還有什麼歌啊 他們以前不是還幫那個Ben 10嗎 就是卡通頻道唱過主題曲 然後還有就是蔡依林的話可能就是 特務J啊 然後還是美人記 就是我小學六年級在聽的 然後楊成林就是什麼曖昧還是 雨愛之類的 就是那種 那種那個時候的歌我很常聽 瑪德里布斯伊 這個也很常 這個這種歌我也很喜歡聽 應該是受我表姐他們的影響吧 就是他們很喜歡放這種歌給我聽 然後我就會想要去模仿他們 我就會去聽 然後就喜歡了 真是想不到真的嗎 可是我真的就是 以前就是想這樣 我在想要唱什麼 嗯 只好看一下自己的歌單 因為其實上次Lovlav的歌 你要用吉他才有點難 因為他的和弦都很難按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很會彈吉他的人 我應該按得出來 可是我今天不是一個很會彈吉他的人 等一下我在直播 Oh my god 我今天忘記告訴我的家人我在直播了 真的很尷尬 他一定是要來問我要不要 我弟弟一定是要來問我要不要吃宵夜 但我只能告訴他我吃飽了 那唱 嗯 有阿Sobi的歌咧 你以前聽的歌 隊長現在還聽 我現在也還是會聽啊 就是 因為我其實 以前很少去唱KTV 所以就是 如果我高中的時候 有些朋友會想要找我去唱KTV 可是我就會覺得有點困擾 因為我不知道點什麼 然後就變成說我都在點這些歌 他們就問我說為什麼都點那麼久 我就說我不知道 快樂 好多 是 ? 今静かな夜の中で 無計画に車を走らせた 左隣あなたの横顔を 月が照らした ただ思い出を探るように 辿るように 言葉を繋ぎ合わせれば どうしようもなく 溢れてくる日々の記憶 あなたのそばで生きると 決めたその日から 少しずつ変わり始めた世界 強くあるように 弱さを隠すように 演じてきた日々に ある日突然 現れたその眼差しが 知らなかったことを 教えてくれた 守るべきものが あればそれだけで こんなにも 強くなれるんだ 彈不好 可惡 え、對 我也覺得我應該做個牌子 可是我其實 直接跟他們講得比較快 ああ それが 何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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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許久未唱 但這個有時候 不知道欸 好應該可以吧 好幾乎 成真 不想 Dem on me 沢山写真を撮だね でも見てよ今の僕を 屑になった僕を 人を傷つけて また泣かせても 何も感じ取れなくてさ 別に君を求めてないけど 横にいられると思い出す 君のドルジェ&カバナの この香水のせいだよ 今さら君に会ってさ 僕は何も言いたい 可愛くなったね 口しか出ていなくてよ どうしたの? いきなりさ たわこなんて構えだして 悲しくないよ 悲しくないよ 君は変わってだけだから でも見てよ今の僕を 空棒の僕を 人を嘘ついて軽蔑されて 何が一つ持てなくてさ 別に君を求めてないけど 横にいられると思い出す 君のドルジェ&カバナのその香水のせいだよ 別に君をまた好きになること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けど 君のドルジェ&カバナのその香水が思い出せる うん ルルルルトー ズドゥ Zither Harp &カッパーなのその香水のせいだよ 別に君をまた好きになるくらい 君は素敵な人だよ 前もまた同じことの繰り返し 僕が振られるんだ だろう dududu du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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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小鐘 小鐘快死了 小鐘在拍一邊想到 這很大人在吵什麼東西 多一個大頭 我給我安靜這樣 他躺在那邊一點哀怨 然後他看到我放下吉他就很安心的閉眼睛繼續睡 他真的是完全 他完全就是趴在那邊這樣 啊是要結束了沒 小小sorry喔 愛你喔 好 謝謝大家 我就是不會這種聲音 下次我換我用這種方式唱 喔 你們聽到我胡同聲音 還是不要這樣子玩自己好了 好 下一天今天的鑽石吧 好 今天第十名謝謝安 謝謝安 謝謝 第九名謝謝阿卜 是阿卜還是阿卜啊 阿卜 可以先講阿卜嗎 如果我問你應該跟我說 謝謝阿卜 第八名謝謝厚穎 謝謝厚穎喔 接下來是第七名 謝謝落日 第六名謝謝中瑩 謝謝中瑩 再來是第五名 謝謝拼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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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第四名 謝謝好多組織 朱里恩 謝謝朱里恩 接下來是前三名 第三名 謝謝哈娜 謝謝哈娜 第二名 謝謝RTY 謝謝RTY 接下來是第一名 謝謝阿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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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禮拜直播見 不知道手一直放點子嗎 這個是很神奇的特效耶 總之現在大家進來看我們的直播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見 然後一起期待舞丹的發行吧 今天我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喔 晚安 我還有兩隻手一直放 掰掰 掰掰 春天 比香 還開心 還好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下次機會 這個大禮拜 我們下綮走 我們下綮 bewe 年下綮 我們下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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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